魔形女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魔形女本名瑞文达克霍姆 拥有可以随意变化成他人模样的能力 在原著漫画里和红魔鬼生下一个儿子 她的这个儿子就是电影X战警2里出现的夜行者 但是在电影中并没有延续这个设定 知识二 魔形女在X战警系列中的战斗能力一般 她的能力主要是变化成他人的模样 潜入到敌人的内部实施自杀或者窃取一些重要的文件 战斗方式靠的也只是自身的战斗技巧 然而在漫画里 魔形女除了变身成别人的模样之外 还可以变出双头四臂以此来应对四面八方的敌人 在空中可以变化出翅膀飞行 在水中还可以变化出其核塞进行水下活动 知识三 魔形女拥有可以让自身的身体器官随意移动位置的能力 在电影X战警以 狼叔靠着气味辨别出了变化成暴风女的魔形女 并给了她致命一击 按照狼叔爱德曼金属的锋利程度来看 魔形女被攻击之后基本上无法挽救 但是在电影X战警2中 魔形女再次出现并变成情格类的样子诱惑狼叔 魔形女之所以中了狼叔致命 以及还能活着 靠的就是她的能力移动了身体器官避免了致命伤害 在漫画里她的脑袋曾被击中过数次 但她依然没事 靠的就是移动身体器官的能力 知识四 魔形女可以变化成任何人的模样 不受身高和性别的限制 她的变化是从基因层面彻底改变 从声音到瞳孔以及指纹都能变化 在电影X战警命转未来里出现的哨兵机器人 知识五 漫威里有可可 拥有了魔形女就等于拥有了全世界 甚至在X战警2里魔形女还对狼叔说过 但是魔形女也靠着她那随意变化成他人模样的能力拥有过全世界 电影里就曾变化成情格类的模样诱惑狼叔 在漫画里她甚至和X教授 万瓷王 野兽 剑齿虎 红魔鬼等人都油染 可谓是X战警第一渣女 知识六 在原著漫画里魔形女是一个年龄超过200岁的变种人 但是在电影中并没有采用这一设定 在电影中作为和X教授跟万瓷王同时期的人物 当X教授和万瓷王都已经七老八十了 魔形女看着还是那么年轻貌美 这是因为在电影中魔形女的衰老速度只是普通人的一半 所以才看起来那么年轻貌美